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度线上峰会 站定在15号晚上举行 媒体报导拜习线上峰会是重启双边关系的奇迹 预料在台湾、新疆、香港等热点话题上面不会取得重大的突破 但可能会在其他的问题上面来协商新的做法 包括了放松签证的限制、建立双边核武对话 以及缓解贸易摩擦的可能框架 来借以彰显双方将关系从对抗转为合作 究竟拜习会晤外界有许多的猜测 认为两人可能会讨论一些实质的事情 像是重开领馆、放松签证限制 甚至是讨论核武管制等话题 那么他们究竟会讨论哪些事情呢 近来美中关系合幻从拜习对话、孟晚舟释放 到最近两国针对贸易协议的交流 以及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日前的 美国无意改变中国体制的发言 但是同时两国之间还是有一些对抗行动 包括了美英澳和组AUKUS 南海多国军演等等 近来美中关系的演变到底有何脉络呢 最后中共六中全会结束 几乎可以说是确立了习近平的党内地位 这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或者反过来说美中关系的恶化或者是和缓 会对习近平的党内地位有何影响呢 这一期的明镜新闻专访 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兼任研究员严正深 来为观众解析 拜习线上峰会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突破 好 严老师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日前有消息传出说 拜登跟习近平将要在下个礼拜会晤 那我今天看到最新消息是 准备在下礼拜以来 就是视讯峰会 那我看了一些报道 外界有很多猜测 认为说两个人可能会讨论一些实质上的事情 比方说像是可能双方重开领馆 像是休斯顿跟重庆领馆这样子 然后美方可能也会放松签证限制 甚至是会针对那个中国的核武管制来 这些话题来做一些讨论 所以想请教你 您觉得说这一次拜习峰会 他们会讨论到什么话题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在这个COP26 就是巴黎气候协定讨论 对气候变前的会议当中 美中算是达成一个协议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 就是双方对双方来讲 就是总算是找到了一个 有一些共识的部分 那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说有能够达成一些公司的话 那就表示其他地方也可以来试着尝试 我们也看到前面 这个之前美国的贸易代表 代替提到就是说 希望能够就是 可能会对中国大陆的 出口到美国的一些关税 就是不再课程 对中国态度绝对不会软 但是呢 有些地方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能够妥协的部分 并不是说妥协 我讲的不是美国妥协 而是说不需要再就是做故作强势 那双方都可以在这个妥协当中 得到一些好处 那当然就会做 包括我想刚才讲的 那个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的关税 在美国的关税 那因为美国面临的通货膨胀 那也希望就是一般的消费者 买的东西不需要这么贵 因为钱不仅是就是有关税的问题 再加上这个各地的运费的成本增高 所以确实是会有中国膨胀的疑虑 所以这一些我想都是 就是双方其实是有一些互惠的东西 那包括这个领馆的问题 我们去上去想 就是美国在中国大陆的领馆 真的很少 就是你去想 大概就是五个主要吧 那大陆在美国的也不多 所以就是比起台湾在美国的代表处 跟办事处 你看我们的办事处差不多有十个 还是十二个 就是从波士顿大陆也没有的 迈阿密 我们在这个休斯顿 然后大陆也没有在西雅图 我们也在西雅图 所以就是很多的这种领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因为美国想要在大陆 在开的领馆 是在西藏的拉萨 那大陆不许 觉得美国这个有特别的意图 所以美国也没有再让大陆开这么多 就是以双方的关系来讲 不可能只有这么几个 然后现在还关掉了成都 然后这个也关掉了休斯顿 我觉得对他们双方来讲都不是好方便 不是说好像这个领事馆就会是一个 一定一定是一个好像间谍的 或者说有收集情报啊 这一类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朝便明来讲 如果今天COVID-19刚好现在 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互动 那如果现在开放了以后 那双方的交流会比较多一些 做生意等等 那当然有领馆跟没有领馆会差很多 所以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部分 那加上他们也关切 就是中国大陆的核武发展 我想至少应该是会希望大陆有一个 就是limit吧 至少一个像过去你跟苏联谈的时候 希望大陆不需要再往上面发展 那既有的不可能像北韩要求 像美国要求北韩一样 说你还要废核 不可能做到这个 但是至少你可以要求大陆 也不仅仅一定要减缓减少 但是可以帮他先设好一个基领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是那其实从我们刚刚的谈话 老师您也说到说 其实中美关系它有很大的进展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从拜席通话 然后到孟晚舟释放 以及到最近两国针对贸易协议的一些交流 像您刚刚有讲到 关税可能会有部分的减免掉 以及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他日前他其实也发表了一个言论 就是蛮震惊的是 他说美国无意改变 对 无意改变中国体制的发言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看到说 近期两国还是有一些对抗的行动 像是美英澳合组AUKUS 然后他们也蛮频繁的 在南海上面的军演 所以是可以说他们可能是在 政治经济上面可能有所放缓 但是在军事方面还是比较的紧缩 就是您怎么看近来美中关系的演变呢 我觉得美国苏利文国家安全顾问 讲的这一番话 就是表示美国已经承认 或者接受 就是说他过去希望 这些所有的威权的国家 共产主义的国家 能够做一个民主转型 就像多党民主政治 那这样的一个所谓民主 这个叫democracy promotion 这个推动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大概在大陆方面 他们觉得说是不可能了 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 好像领悟到现实 你做不到 那不必再一直讲这件事情 那因为你一直讲 那大陆就总觉得说 你要在对大陆这个政治体制 要做一个颠覆 那你如果今天说 我没有无意要改变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对大陆来讲 大概基本上还会觉得说 至少你是承认我政权的一个合法性 那我们打交道比较容易一些 不然的话 总是认为美国好像不接受大陆这样的一个体制 政治体制 那再谈下去 就双方的差异 或者说价值的落差会更凸显 那你如果今天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那就表示说双方可以 我们讲的就是在政治体制上面 也是一样 或者在其他就求同成一了 你对这个党议的地方 可是美国还是可以关心 说你即使是一党 那我关心人权 我还是可以关心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对美国来讲是比较务实的一个看法 那确实也是还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最上这个 你说的就是在这个军事方面 特别在南海 这些议题上面 美国也没有让步 跟澳洲跟英国组成的这样一个联盟 唯独的情势还是在 那美国也在 还是继续跟欧盟 或者比如说北约国家 对关心中国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军事上面 美国绝对是不容调 但因为我们过去看 那个冷战期间 前苏联 对抗美国的时候 前苏联的强项就是军事 但是前苏联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军事 经济力量来对抗美国 那我们看到 日本当时挑战美国的时候 他也不过只有经济可以挑战 那在军事或者在其他方面并没有 但是大陆是全面性的 还包括高科技 所以美国至少 就是说必须在某些部分 要接受 就是大陆确实是有 他的实力 在紧急贸易方面 但是美国不容许在安全 这个军事方面 然后让大陆能够做一段 是那老师您刚刚有讲到 苏立文的那番话 就等于说有一点传达出说 美国他接受说 推动民主在中国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们求同存异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是不是说拜登之后 接下来他可能会 就是慢慢的去软化一些先前 他延续川普的一些制裁措施 就是接下来在一些 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措施 一些制裁 他可能开始会慢慢的放松呢 我觉得制裁会有一些 但是我觉得高科技的制裁管制 那还是会在 这不会灵的 但是就是对贸易的制裁 因为美国也希望他能够出口到大陆更多的农产品 这是双方不会的 那我觉得这个这一个倒是不会改变 但是高科技的我相信比较制裁过管制 那还是会继续存在 好那除了刚刚我们讲到军事方面 就是美方他也是比较强硬之外 我觉得说好像在台湾议题 好像美方也是比较不顾中方的一些反对 就是比较跟台湾来来往 但是之前 其实在我知道学术界有一个三角理论 就是说当美国跟中国他们的互动比较平凡 比较和善比较和缓的时候 台湾的议题就会被淡化 那如果以现在美方跟 像之前川普时代 就是美中他们可能紧张关系比较紧绷 所以台湾议题就会更被凸显出来 美方跟台湾好像就会比较亲近这样子 那如果依照现在美国跟中国 他关系慢慢的平缓了 甚至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那是不是之后台湾议题也会被淡化 放在一边呢 我觉得台湾跟美国失职的关系 还是会不断的进展 但是呢我们就是也不太可能 获得美国失职的 就是说承诺 实际的承诺说 万一两岸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会出兵来援助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到现在为止 美国保持一个战略的一个模糊 在这一部分 但是美国会提供台湾武器 会协助训练 甚至会有更多的这种情报的交往 那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最近来台湾访问的 这个美国参议员 过去是参议员多数党的当编 这个John Connick 他是德州的参议员 他带了几个 就是这个参议员来台湾 那其实包括像在阿拉巴马州 这个在新任的这个Tuberville 他是这个军事国防委员会的审议员 可是更重要的是 阿拉巴马州是有一些军事工业的 那会不会是他们也希望 看到是要台湾 要借钱给台湾卖美国武器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共和党有共和党 因为来了好几位 至少我们看到的四位 这参议员跟一位的众议员 一共有六位 一位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五位都是共和党籍 那会不会就是说 共和党的这个国会 也在继续扮演他 强化跟台湾关系的角色 然后等于是让美国在外交上面 虽然拜登 拜登可以跟这个北京讲起来说 这是政党政治 但是也是一种制衡 就是平衡 就是让美国可以同时 对台湾表达很好的关系 但是呢总统这方面 可以继续跟中国改善 过去已经有一段 这个僵硬僵化的这种关系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刚好说 中共他的六中全会 在十一号的时候结束 那六中全会结束 几乎可以说是确立了 习近平他在党内的一个 核心的地位 甚至是接下来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也将会决定他的历史地位 就是他第三任连任 几乎是毫无悬念 所以想请教您 您认为说这样子 中国他内部关系的一个演变 您觉得说这对于美中关系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或者我们反过来说 您看说 对我就觉得说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就应该更清楚 就是说你不要去期待 所以苏利文长的话 就蛮有道理的了 你就不要去期待 大陆会出现一个 比如说反极的势力 能够有这个能力反步 就是你打交道的对象 就是习近平 那你就要在跟习近平 这个体制之下 你要跟北京打交道 就是对抗的 或者说你要谈判的对象 就不可能改变了 你也不要去想说 透过 毕竟美国跟中国大陆 体制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美国的行政部门 这个比较没有对台湾 这么友善的时候 我们靠国会一起来帮忙 大陆不可能有这样子 所以美国要跟大陆谈 就是这个 其实对象非常明确 然后你也不可能动用 所谓的什么非政府的力量 等等都没有 就是要跟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跟中共当局来谈判 那我觉得其实也蛮清楚的 蛮容易的 就是不需要去多边的去考量 你的谈判对手就是一个 那也不要去想 能够透过别的势力 对他们的政府有所使用 我觉得这些当然都不太可能 那如果反过来说 之后美中关系的恶化 或者是和缓 会对习近平的党内地位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之前有一些消息传出来说 就是中共党内 他们有一些反对的势力 他们反对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习近平 他把中美关系搞得很差 所以想请教你 就是美中关系的恶化 对于之后 如果说习核心 已经这么样的确定的话 美中关系的恶化 或者是和缓 还会对习近平的党内地位 会造成影响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陆 你看在习近平 虽然说美中关系 最近这段时间非常不好 但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他把大陆 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 经济还维持着成长稳住的话 那我觉得至少靠着 他们大陆内部的这个 我们讲说大内宣也好 他们的掌控 这个疫情的掌控也好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如果跟中国大陆 关系改成 对习近平当然是好的 但是没有太大的恶化 其实也大概大家也可以接受了 就只要不要太恶化 其实都是OK的 对对对 要不然不要继续恶化 我觉得都是好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